《许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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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由何时开始 放学室成为我每日 停留得最久的地方 在这里 每个同学都可以 很开心地等人回家 但我就要自己 一个一直等 不知何时才可以走 咦? 我来看看 是什么?又是这些图案 是啊 又来看看 又来看看 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都站在这里 是不是你最好的? 在她今天高度才看到的 不是我说的 我的公仔哪有那么噁心 我刚刚在这里吃薯片 也不是今天才看到的 我一直都当剧集团 我以为老师已经知道是我画的 会打电话通知我爸爸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没有这么做到 我爸爸是一位老师 他答应我 会准时来接我 可惜每一次都令我很失望 老师教我们要守信用 但是为什么 偏偏做老师的爸爸 就不守信用呢? 我觉得自己很可怜 每天见着同学和家人 一个个开心地离开 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 孤零零地坐在这里 是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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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 有个学生很惨的 还没走 他看到吗? 我看见 李将莊 他带来 居住 老师告诉我 他小时候有一段时间 家里不开心 不想回家 但他很幸运 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 愿意抽时间留下陪他 开解他 就好像当他是家人 所以他相信 老师是很愿意聆听学生的说话 老师又说 我爸爸也是帮助其他学生 所以我不应该 只是看到自己的苦处 而忽略了别人的感受 不懂得体谅别人的苦衷 如果我们懂得 切身处地为人着想 你会发现 很多埋怨 其实都是由誤会产生的 那天放学虽然已经很晚 但我仍然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很幸运 遇到三个好老师 两个为我上了宝贵的一课 另一个为我上了宝贵的一课